新冠肺炎疫情当前对于本国和全球的国际学生都是艰难的 根据最新一期加拿大移民通讯 联邦移民、难民和公民部发布了旧国际学生 学习许可和毕业后工作签证的临时措施摘要 近几个月因疫情而引入的严格旅行措施 也限制了国际学生进入家国 依照联邦政府的行政并令 目前只有属于三个类别的国际学生才可以进入本国 分别是持有有效学习许可的国际学生 于2020年3月18号或之前 获批学习许可的国际学生 以及来自美国的国际学生 摘要中表示 国际学生为家国的社会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 因此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确保 选择在本国读书的国际学生如愿 IRCC实施了两个阶段的批准程序 使国际学生可以在没有最终学习许可的情况下 在网上开始秋季学期的学习 那些无法提供生物特征数据 移民体检结果或其他所需文件的人 仍可或考虑取得学习许可 而在第一阶段获得批准者 基本上已符合学习许可的大部分条件 IRCC表示将尽快处理 以提交的完整学习许可申请 一旦放宽旅行限制后 成功完成两个阶段的学生 将可以来到加拿大 毕业后工签方面 学生在本国认可的教育机构 例如大学或学院完成认可课程后 可以获得长达三年的工签 工签的最终期限取决于 个人在本国高等学院学习的时间 此外 目前学生也可以在 2021年4月30号前 与海外往上学习 而不会影响他们的资格 或日后工签的期限 但是有一个条件 就是他们必须能够完成 在本国至少一半课程 此外 报读在2020年春季 夏季或秋季学期开始 为期8到12个月的课程的学生 在海外完成了全部课程 也可以申请工签 在一般情况下 留学生需要连续在本国 全职学习至少8个月 才有资格取得工签 今年由于疫情 RCC较早前已表示 不会从工签的时间中 扣除加国境外完成的学习时间 直至2020年12月31号 从工签上